我觉得双方的一个核心位置都是相爱相杀 上单位置也是有种蜡手催花 为什么这么讲 谁是花吗 对方 你见过那么肉的花 就是 不是 我是说自己是那个蜡手 你是多肉植物吗 对方 对方的四个人过去之后就是像花朵一样 我就很开心 我就把你杀掉 但是怎么可能无待于杀不死 都那个不知火火在中路 你没有任何的办法 最后团战画面永远都是fly的流霸 在外面一打二 这种也蛮苦的 这刘邦没人管 是 但是没伤害 能把一个刘邦逼到低落线装备去出一个红脸斗篷 是多么凶残的一个事情 真的是 其实对于YTG来讲 这场比赛赢的其实有点艰难 但是淋漓尽致 个人展现 完全风采 什么战术套路技术全部打出来 真的很难见到 其实在BP方面QG吃亏 这场比赛真的是打到后期 QG没输在技术上 输在输出量上 对 Alan这边的一个公本五脏 你能指望一个公本五脏 在面对这样的阵容的时候 后期打多高的伤害 不可能的 然后 东方太一其实说实话没什么输出 没错 在这样的情况下 刘邦也没伤害 你单凭猫神和刺痛 要打多少伤害出来 这个不太可能 对 不过这局还是那句话 真的 陶哥这个教练 我们会发现 他慢慢开始展现出 他笑面虎的特质 好的 那是QG Happy 对于YTG的第二局比赛 那么YTG这边是先下一城 但是 这一局QG Happy先搬先选 没错 针对 怎么针对 我们还要细细的思考一下 觉得关羽还是反正好 关羽主要谁拿都不是个事 这场如果放出来 我觉得就飞牛的一个脾气 你自动你别动 你给我 真的是QG Happy这边的这么奶 来了一局 夏天已经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 对 夏天告诉你我还有别的 对 我还有别的 谁 你看一下 YTG这边 你看这个又开始笑 豪哥的班匹里永远都是这样 有种感觉 没事嘛 YTG是象征团嘛 他们在说象征 相声你干嘛 得笑 杨检班的 双方在一个班选上面 还是班的比较多在于辅助位和上单 还有打野 是吧 其实现在 我觉得很多队伍班英雄 他们不是说针对版或是版本强势吧 它是一个防指 它是一个怎么说呢 防守型的官皮股 是 其实我这个战术可能是怕这个英雄 有种感觉 不过也是 因为现在在这个版本当中 不管是花门兰也好 杨检也好 他们打出那种上单的一种压制心理 太可怕了 而那边QT Happy很明显就是针对你的打野位 是的 达文也好 赵云也好 现在都是一个版本强势的打野位 看QT Happy现在班不班 关于班的节奏可能自己会强 但是我觉得YTG现在你要搞点事情 再把一些版本强势英雄放出来 哪吒还活着 哪吒还没上去 哪吒还活着 是 哪吒打在娘胎里来的时候就是个 对吧 肉球 哪吒肉球 看一下 最后一个选班位上 敲到哪个英雄 曹操也还在 哪吒也还在 太野之人甚至也还在 其实这两次队伍打下 我觉得太野之人到后期是蛮重要的 如果能打到 龙头率相当相当高 现在还是班的关于 不让你有任何的机会 这一手真的就是我拿的时候我拿 你想拿不给 我们看QT Happy这一手就很关键 曹操 哪吒 其实给飞牛拿个哪吒 又是辣手催花 还是一个偏肉 把它不偏进攻嘛 它又是一个就是一打三一打四 然后YTG这边四位祖国的花朵 全部被扼杀在温室当中 你看我难得 真的最近已经很少这么精准 我发现我最近连卡都大宠 但是真的 在拿到哪吒 为什么说这首拿哪吒比较好 哪吒分析 哪吒的话遇到曹操这两个点 这上单放的英雄不多 基本上可以说仅剩哪吒曹操这两个点 其他的话都稍逊一筹 靠刘邦 但是在这三个点里 不是说哪吒是最强的 但是哪吒是能够克其他两个点 是 这局的话YTG会不会考虑拿出曹操 YTG拿曹操不拿曹操都很难受 你要拿了的话对不过哪吒 拿去打野还稍微好一点 那你不拿的话QG还比很可能 直接把这给曹操拿去打野 正面团一波强势不强 没错 不过YTG也有可以考虑 那个太乙真人家的马可波罗 当初貂蝉了 杀手锦 这是个被针对的征兆 他每次玩貂蝉都要被针对 不是 他是上一把被针对有点难受 这把我必须得秀一把 上一场真的不知火舞被Alan 大的简直不要不要的 带了进化都没大的不要不要的 对 但是貂蝉的话可就没那么好杀了 贂蝉遇到弓本武藏这个英雄 没有那么怕 不过也是很烦 因为你想一个弓本武藏大贂蝉 一个哪吒大贂蝉 看一下QG还比这边 应该其实如果选游戏的话 可以防止 就是在四五手做针对吧 但是二三手尽量还是抢英雄居多 所以说现在的话 可能还是会拿两个比较 我觉得一旦哪吒体系出来 我觉得其实就是像推塔 这个黄中加像鲁班 我觉得都可以 甚至后裔 但是我有一点不太看好的点 跟你意见有一点不同意 我就感觉有哪吒这个英雄 挺在前面 你后面的输出必须够 你输出如果打不上来 哪吒在前面扛不住 这个很吓人 是要选一个战装伤害够高的 就是说 因为哪吒这个英雄 有个什么概念 如果你打一个稳推流 哪吒冲你却队友推塔 哪吒好伤啊 失踪感觉 对 但是这局还是相信到了 刺痛的这样一个后翼 这样的话 你马可波罗就基本又不能再呈现了 这样的话你别想切我后排 果然 你不敢拿曹操 我就不能拿点 是 感觉有这首这么耐教练发威了 Huging Happy拿到了两个扑团 很强很强的英雄 是 哪吒的一个扑团不要命 一个曹操的一个一技能不要力 这样的话刘邦应该是 那么这样的话刘邦应该想拿掉 YDG不拿刘邦的话 他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这局分带其实挺吃力的 所以YDG敢卖出韩信 我觉得倒是一个 韩信见到哪吒的话不太好分带 说实话 你跳得再会 当然还是也是个选择 对 不太有办 还有依旧公盆武藏 我觉得有可能会公盆武藏上单 比较悬吧 上单的公盆武藏 不是说不好 但是如果对上和尚的话 没有刘邦好对 其实今天没有出现这个版本 其实就在这个星期出现了新的一些英雄 比如像点尾 像连坡 连坡前期不好过 但是连坡其实说实话还是蛮强的 是很强 后期4秒一个一技能顶得你没脾气 但是弹幕上全球 不信不信不信 不信没关系 自己去试试 是 真的好强啊 连坡一个半大剑 一个不详 一个小斗篷 可能一万多的声音 而且点尾也是啊 点尾这个 点尾暂时还是不适合上 不适合一个比赛前期的节奏 他在这个版本 他可以打半个辅助 不是这么觉得 他在前期过不去 有种感觉 我们看最后QGHAPPY两手 张飞应该 拿不拿 还是选择了孙并来调有伤害 高剑离 这才是我要上场不要脸了 对吧 就是我要上场表演了 我要上场表演了 也是 那这样的话 孙并加上高剑离的一个 再次正面铺端 而且高剑离加孙并 加这个后翼 是一个标志性的打赏 是的 终于还是拿到刘邦 来抵挡对方的肆意分推 双方都要打运营了 这局双方阵容是选择完毕 QGHAPPY这边选择的是后翼 高剑离 哪吒 孙并 还有曹操 YTG这边选择的是 马可波罗 貂蝉 刘邦 攻问 武藏 牛王 双方从这样一个阵容方面 YTG其实 但其实说实话 这样比赛 QGHAPPY的阵容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占优的感觉 你也怎么说呢 有看到一点 YTG这边拉扯能力一般 他是都偏肉 他能往后撤 但是你要真说是 像孙并不知火舞这些弟兄 他没有 如果打一个好机会 这个技能中了之后 孙并跟陈墨高剑离进场了 有很可能 不留一到两个人撤不出干场 是 但这局的话 QGHAPPY这边其实 我们回想一下 QGHAPPY在上一周比赛对着XQ的时候 他的一个Hurt后翼的剑为什么那么准 是因为他们老羊玩到的是牛魔 但是牛魔今天没有在QGHAPPY这边 孙并能否去逼迫到对方的走位 到后一届的一个路径上 我觉得是很关键一点 是的 那么这场比赛的话 其实如果YTG再赢一场 就是掀翻了QGHAPPY 这也是我们这个 可以说是YTG至今为止 打了这么多轮连胜 到现在最精彩的一场表现 是 没错 这是真正一场的最强之敌 有种感觉 而且他们的一个双 双方其实在于团战的一个套路 还有细节方面都差不多 没错 这场比赛YTG可能压力会 相对来说少一点 毕竟相声团 但反观于QGHAPPY这边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 心里开始有一些 就是怎么说不畅快 毕竟自己的一个连胜的一个 姿态摆在那边 没错 但是这个这场比赛 KAT这边拿到的一个英雄高减力 其实更适合 更匹配他的个人属性 凸脸型中单 有种感觉 好的 这是QGHAPPY对着YTG的第二局 那么这局YTG是在红色方式 蓝色方式QGHAPPY 没错 那么我是今天的解说狂人 我是解说 第九 这一局我们看下双方在一级团的一个 其实可惜我们的比赛没有盲选 不然我蛮想看一下猫神对上 Dawn的两个貂蝉 猫神也是貂蝉出名的 有种感觉 对 如果说他们真的能选择这种一个局面 发生你有没有感觉又回到了这个三到四个赛季之前的 有种感觉 中单的这个对决 是 貂蝉对高剑离啊 这是多少老玩家的一个 怎么说呢 技艺 去年差不多六七月份 七月份 WGC 还有TGA的 对 TGA的时候还是在打高剑离 然后那时候阿泰也是 成名于 18年前的国服第一高剑离 对 国服第一高剑离 对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沉迷龙 看双方都是互换红 没错 但是这边打得有点慢 我还提起 这手别被抢掉了 没有被抢掉 装Buff夏天 是 很舒服 看一下猫神其实很机智 他来反这个红Buff的时候 他在身上提前A两下平A 所以他到红Buff之后 一个1技能加一个2技能 瞬间打了一个被动出来 叹 对 如果他不提前A两下的话 他过来是放不出这个被动 还是提升自己一个抢回Buff的一个机率 虽然没抢到 但是值得大家学习 而高剑离也有一些小技巧 比如说上线之前 A三下空气 上线用一个1技能 立马一个平A打一个被动出来 他就是他亲兵线的小技巧 对 他就和鲁班很像 他的被动可以保存很久很久 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双方其实在于 刚刚这种小技巧的一个争夺上面 其实YTG是先拿了自家的蓝 再去打对方的红 没错 夏天其实这手其实很有自己的心机 先稳定自己的一个等级 再确保自己的一个反抢 而且也是看到了对方来反抢 夏天这手倒死了 帮助你帮我小心 没有第一时间上线 逼个闪现 这手很精髓 对 这手就是要逼出你个闪现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性 两种可能性都有 一种是逼闪现 一种是准备打的时候想想还是算的吧 好吧 不知道你已经成功了 说服了我 强行说服了 是在下输了 我感觉双方中路还就开始勾心斗角 是而而与我让 这边Alan的曹操其实也到四了 我觉得如果都到四的时候 其实这两个英雄啊 作战能力差不多 曹操跟弓门武藏 持续作战能力都非常强 对 瞬间如果说一旦弓门武藏 秒到一个什么大的关键性的人物 像什么 没错 但是你看这一波 为什么说蓝色放的时候 在暴军方面占优势 因为这边就被抢了回去 开子开大招 这边中了 阁强疯狂输出 夏天 很痛苦 在没打死 狗一 然后开子这边上一个被动 然后正面的话 外地鸡边打边撤 损失两人 哇 这个致命的被动 这一下的话刚刚那一刹 打猫神这个歌唱的不错 这个是他批准的 但是我们来分析一下 当然是就是为什么大家有说 真的不懂 这个蓝色放发暴军优势在哪 我们先讲一下 刚才看到QG Happy选择的暴军之前 逼了一波YTG的蓝buff 但是YTG怎么说 因为这个暴军的位置在河道中间 而且开口是冲红色放的 所以我蓝色放可以逼你 红色放的蓝buff 但是你没有办法来逼我的红buff 是 你很难逼我的红buff 因为很危险 在这样的情况下 蓝色放前期经济不用说优势 一旦是军事 就导致红色放完全不敢进自己的野区 所以说我可以在暴军之前 去强行逼一波你的蓝buff 我可以抢不到 像刚才一样 也是让YTG抢了回去 但是我抢到你就崩了 但是我自己的buff是绝对安全的 对 这就是蓝色放在前期的一点点小优势 就是一个地形 通俗建议来讲 就是他们在于蓝buff的地方 对方更好去 QG Happy更好地度亲 没错 一股脑可以瞬间扑到YTG后排 我可以尝试来摸你一个蓝buff 我摸奖的性质 但你没办法 一旦你这边有走位出于15巨像刚 刺痛后翼之一剑 射到了公共武藏 虽然公共武藏也够肉 但是实在扛不住两人的 我觉得夏天刚才的心态是这样的 本来是跌到了一层 还不太好 还要被打扫 终于没死 真开心 不是 一个被动 是这样的 从天堂 地狱到天堂 再套地狱的一个命拳 是 很难受 不错 没错 不过刚才猫神那个被动 伤害真的够高 是 看一下 Kat最后一次进场想抢这个蓝buff 这边再一次被针对 是 但这个蓝buff是被Alan的逃到手点 这两个人应该要飞死貂蝉了 这样的话 貂蝉一波卫兵一波又自己 又把他带回他自己的高地 哇 一个365度大飘移 直接转死开这个夏天 黏上了对方的一个曹操 但是Alan这边完全不是开被动 就给你砍 这边的话 Fly出到了红莲 这边的话 YTG这边前期没有任何的办法 没错 曹操这边被动 你叠起来攻速极快 直接给你砍 不过这边对YTG来讲 这边有个好的地方就是 IMP的马可波罗一直都在发语 不管怎么样 我想这波团队又没有参成 但是他的一个经济情况确实还不错 没错 其实哪吒的英雄也适合飞牛的 因为他真的会飞嘛 是 刘邦也能飞嘛 刘邦在飞 你的哪吒这是真飞 他是游历在场面之外 卫星嘛 他是真的飞 这边抱团我就在飞 是 但是这一波我们看下经济 拉的就比较大 是 但是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YTG这边暂时不用太着急 因为马可波罗这个点 并没有开始崛起 2200的一个GX 稍微有一点点吓人 在整体看到同一条暴君之后 QGAP把局势搬了回去 而且拉配较高 这场的话 QGAP前期没有吃贵 就是前期一般拿到优势 为什么QGAP的一血胜利 有93% 这支队伍在前期站到优势的时候 基本不输 没错 我们看 硬朴的位置偶尔还好后翼 是闻到了对方 就是上场比赛YTG打得是很好 而且拿到了这个低低血 是 真的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但是我们要记住一点 不得不说的人 上场比赛 QGAP在经济大落后的情况下 强行把局势搬成军事局 这个是很吓人的 没错 但这局的话 就要看YTG前期的韧性 中心能不能稳住 前面也说得很对 前期一旦这边被打破 就没有后期 所以刘邦这个点 能不能打出来 和马可波罗流马组合暴雨一花 这样就要看YTG的运营 是否会让对方吃到更多的野区资源 也是这局目前的看点 这场比赛 Lucifer又拿了一手刘邦 如果上一场比赛的话 这个冠雪打得很亮 然后这场比赛再用刘邦打得很不错 上一场用的是跟Fly一样的一手 所以Lucifer今天就有风神的意思了 有种感觉 但QGAP这边得礼不饶人 礼是什么 礼是钱哪 我有钱我就有礼了 是 这边的话猫神在旁边 刘邦有钱 这说话都硬起一点 一个大招 大到Ending身上的话 其实主要是手躺 就逼退 能走 大不死 阿可波罗现在的发育 还可以 打野刀加上漠视 没错 双剑全部成型 高剑离这边的话 他大招短还不所谓 这个老杨隔着墙各种扔包 是的 这局我们前面说过 因为那天自从后翼神剑 百发百中 因为百步穿杨那局是 老杨玩的是牛魔 但今天玩孙病 确实没有达到那天打XQ的效果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孙病扔技能 总给我一种甩锅的感觉 小小的身躯有大大的 幸亏这个大招 他这个技能特效不是黑的 老杨这边被 两个招同位落地 哇 这个双飞起得好 正面在一个强击压镜 就是冰线 但是Alan这边 侧面不单湿弱 老杨飘了 老杨最近膨胀 一直飞在天上 不过你别说这七分钟当中 YGG开始寻找反攻的机会 但是这一波少人 而且你还要搞嘛 但是对面有没有大招 又抢完了 对面有没有大招 不看多你这一波 直接被曹操带走之后的牛魔 没有办法 有反打的意思 但没蓝啊 没蓝打起来很亏了 结果能不能杀掉 在打招里面打呀 所以不死 曹操的一个韧性很高 减速也减不了多久 就是减 韧性这个东西 不单单是对一个晕眩 或者说是冰冻这样的效果 大家不要又一个大 进场 唱歌 这样的话没有办法 是零换四啊 这个猫神开击大招 进场一阵疯狂的喵喵喵 直接瞬间击打两个人头 喵喵喵喵喵喵 喵喵喵喵喵 我哥来 甚至狂悔 刚才客套一点就是说 刚才谈到韧性 韧性其实对包括减速 以及嘲讽的技能 都是有效果 是的 持续时间都会做得 他对所有的限制和控制 都是有效的 孙兵大招放那里5秒之后 快爆了 不撞出去很危险 这一下我前面也提到了 就是上个版本我们看 吕布匡帝维塔 现在你前面说孙兵说甩锅 我就说他甩锅 这个锅还带炸弹 锅是扣着里面 还藏了一个定时炸弹 这锅还会炸 对 炸锅了 炸锅这就是炸锅 炸锅然后配上这个猫神的唱歌 没错 但是我们知道ending的一个助攻树 大家有注意到 他现在排行榜第一 助攻树排行榜第一 非常非常强势的一名辅助 他有时候不声不响 真是这样 辅助需要的几个素质 第一是低调 第二是低调 第三是低调 是的 真的高调的人玩不好辅助 对 然后其实我刚才想到一点 就是我前面有没有说过 后裔的剑怎么去预判 其实更多地扫对方的一个边野 边野在你打掉野怪的时候 那绿色的雪包会飞到对方的身上 没错 你就能预判到对方的一个射手位 或者谁在那个地方打野 一旦你看到这个绿色的雪点 从对方野怪分上飞过去 你还得预判那个绿点飞的轨道 对 你还可以预判那个轨道 因为轨道一定是跟着那个英雄过去的 这也是后裔的一个小技巧 兄弟中科院这个导弹导弹设计所需要你 我真的 我就说需要谁需要自偷 太难了好吗这个 但是真的是有一定 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狂人这个 我们看这一件中了 来了 又进场 真的是一马当仙 身先是如 转身一个大大四个 这波安定非常不错 还被Fly刷到这个眼头 等于中央再一个大 看这个队这老羊还在转身 找机会扔炸弹 这边对着Luzun的疯狂输出 但是打不太死 Alan这边那个持续做的能力是 但是太强了这手曹操 没错 这波安定的反手大四个真的太亮了 但是还是没扛过 这个回归一种 人家讲到狂人刚才说那个后裔 我觉得有点太难 那个交法 屏幕前面很多小伙伴可能玩不来 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 你就闭上眼睛拖到哪算 你知道吗 蒙中就中了 可以可以 知道吧 可以我给你鼓掌 是 啪啪啪啪 我还睁着眼睛也不一定放得中 我就是这样 可以 十分钟双方战争12比3 这条主宰QG Happy 有很大的一个几率把它打掉 7300的经济差了 有点大 ATG现在的一个局势其实有点难受 伤害伤害打不出来 马可波罗刚进场大招位置已经够好了 怎么说呢 你不能一般来说有高剑离的队伍 高剑离这个英雄他有时候没有交叉 让人感觉鬼 但是这个英雄是怎么样的 一旦经济劣势 这英雄在比赛里 台卫里不对 台卫里高剑离没有劣势 就是说一样打 比赛里高剑离一旦逆风 有时候难以搬回来 但是顺风局的高剑离 基本无敌 是 无解形 而且这局QG Happy 等于是四个人铺团 是 除了孙病 除了后裔 我觉得失误 我想说出来 就他们的装备并没有出到梦领之牙 或者制裁之人 是 我觉得这是个最大的失误 对面又有高剑离这个细血 可能带细血迷迷迷 又有可能直接失神之心 没错 下路路路西法这边不可能走 谁 好一张嘴 看一下 继续反追击 直接要打到艾勒的身上 再加一个击飞 那这个艾勒给我周 克里哥现在疯狂输出 但是这边闪现 拉出战场之后 能不能被粘住 夏天阵守应该是 要大招的 那果然大招落地之后 接一根形状再拼 诶 这边有可能要糟 但是另一边 你说我这口奶 是成功的救到了 这个卢西法的刘邦 但是对不起 他并没有成功逃生 但是猫神这波绕后 又把音符给打掉了 我觉得猫神 其实几波绕后 在上一局比赛当中 他的一个诸葛亮绕后 也是做得非常的 没错 令人记深刻 这局还是延续了老的套路 而且高剑离开大唱歌之后 这个小移速加成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是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这个 猫神的伤害很高 高剑离 但其实就两件装备 一个失神之术 一个痛苦面具 但为什么爆发这么高 很多小伙伴 每天我自己有时候 在台下看比赛 我也不怎么说话 没说话的话 就会被别人说假的 看到这个高剑离 现在这个位置 老杨接炸死牛魔 有的人就说 为什么直接选手 两件装备伤害这么高 其实我想说 不是两件装备伤害这么高 是你看一下对面的装备 其实更差 没错 打排位有时候十分钟 都六身装了 但是比赛还不太可能 对 所以这也是 我还有那句话 我就玩一起这局 一个是梦魇之牙 一个是制裁之刃 出的实在是太晚了 到现在连影子都没有这样的话 应该是无脑为力了 没有办法 这边 我们看 直接推掉 是 我们恭喜QG Happy 1比1 版品比分 是的 我这局 猫神笑开了 这上一局那表情多么的 就是说 沉重 这上一局那表情多么的